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的早晨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like我们这段片 柳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整香煲》 《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就是重阳节 说香港的网友一定是领寻开心 因为经过了昨天的8号风球 变相多了一天的假期 如果是今天都不用上班的话 就变成了连续有两天的假期 有些人可能是他的工作是不受到宏价的影响 可能是安排了轮耕制等等 如果是的话 连续有两天都真的恭喜你了 昨天这个风暴消息已经说了很多 我想香港的网友除了在家里留意着风暴消息之外 我想最关注的应该就是有关于西环的士司机的案件 那个混血的胜赛叫Matthew的男疑犯 亡命天涯 昨晚在我们的芒向晚间直播时段 看到很多网友在我们的即时通讯区留言的时候 不断在说这件事 大家都很开心 一来就是司机 他的不幸事件 可以叫做沉冤得雪 另外起码都没有了个危险人物 在香港浮游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我们昨天有一节 也有比较详细地说这宗案的来龙去脈 还有那个时间 究竟几点发生什么事 几点的情况去到哪里 那很搞笑 看到很多不同的网台 有些就一口咬定 就说因为那80元的车资 而发生这一次的事件 现在好像看到一些资讯 或者警方公布出来的资料 又好像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所以大家要留意 那一节 我不会一口咬定 他是因为那个车资的问题 我最多只是说 那80元会不会就是显示到他 上车的地点大约会在哪里呢 另外我都不会说实话 动机是什么的 我看到一些人很夸张 尤其是那些旺友的KOL 竟然将这条人 之前在网上语无伦次 说什么微波洗脑 即是说这种科技 可以控制到那个人的行为 那直接形容到这条人 好像说他的脑子里面 植入了个晶片 所以有这次的事件 喂 这么瘋也有的 那现在这些人所说的 全线炒车和爆破 因为呢 虽然我们眼见那些证据 或者那些不同的证物等等 但是当中那个变化 是可以叫做有很多的 那这次的事件呢 也都代表了 有不同程度上的可能性呢 也是超出了 当时候那些可以见到的 环境证供 原来也是另一回事 那可能我们另外开一节 才详细一点说当中整件案件 现在拘捕了之后 有什么新进展呢 可能我们再说多一点 那现在这条人在哪里发现到他呢 那就是反高潮了 就不是在案发的附近 会不会有些人估计那里是他住的地方 就是西环 原来不是了 那反高潮去了哪里呢 在南丫岛捉到他 那说回这件案件 警方真的高度重视 案发之后呢 接连这两天呢 都动员了不同的单位 进行这个全天后式的调查 和去搜证 甚至乎都是来到都不放过 所以有派到人去到南丫岛 进行调查和搜捕 我们还记得嘛 较早前呢 周恒彤那堂东西呢 不是他交资料的 其中一个就是去了煤窝码头嘛 那个想着又是躲在荒岛 这些人挺好笑的 那这次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昨晚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呢 警方就接到一个 外籍的女子报案 就说在南丫岛的荣树湾后街 的一家士多呢 发现到这一人在喝啤酒 那他当时看着看着 就和警方呢 发布的相片 就是说他最后 出席什么场合的时候 拍的相片呢 就很吻合 那所以马上呢 就派这个军装人员呢 在这个岛上呢 就进行这个叫大搜捕 那在码头附近呢 就成功接获了他 那将他呢 大返警处了 那见到警方呢 真的穿了一些 迷彩服啊 盾牌啊 因为可能害怕他呢 到时真的 雪一声走进森林呢 或者树林里面 就可以怎么去追捕他 都好一点点嘛 那你说他什么 植入晶片呢 那是不是这个植入晶片 叫他去喝啤酒呢 警方呢就将这个疑犯呢 压离南压岛的警缸呢 就将他戴上这个水警快艇 那便离开 那他当时呢 就换了一件 深红色的衣服 再戴上那个头套的 那双手和腰呢 都有铁链纏住的 那便出动到差不多 多了10个警员呢 来到将他押走啊 哇 相当之厉害啊 那当然了 这个极度重犯来的啊 那之后就带了上去 步步步步 那便搭了这个水警快艇走啦 那记者呢 文峰即刻到场了 哇 都挺快手啊 那个个呢 赶了去南压岛呢 就拍下这个压戒他那一刻了 那我们都知道啦 脱了头套的话呢 基本上呢 只剩下眼睛了两个洞 那好惹哦 其中一个媒体呢就拍了一张照呢 就拍到他 那只眼珠呢 就瞅了过来去 还说他 哇 一道面向镜头 目露空光啊 我只想起 姓何那位啊 何臣啊 目露空光 那目露空光的程度呢 这一个 混血的癫脑呢 就厉害很多啦 那关于这个癫脑的东西呢 我们晚一点啊 再跟大家再详细去讲一讲啦 那另外有一单呢 都会呢 详细再讲的就是什么事呢 我看到都挺把起火的 亦都是 我预期之内的事来的啦 虽然你看我讲笑这么说 讲了几节呢 都会听到这一单 就是这一轮啊 国殤之柱 真的呢 限期的时候到了 时辰到 都不愿意搬走他 那这个蔡耀昌呢 还在那里 就说哎呀我都是不搬啦 你搬的话呢 找回 这一轮柱的那个丹麦雕塑加啦 高智湖 找他来搬啦 那就最好了 那现在这个弹散呢 这个丹麦佬呢 相当之无乃也相当之无耻啦 不搬不特子 还讲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啦 又说这条东西是多少钱啊 又说到时呢 给回一些碎片我啊 给回一些碎片我就代表是 那个时代是什么什么啊 就是代表这个什么 极权政府有这样那样啊 哇你这么认真 这么人渣都有的这个人 那我已经呢 火都着了 那因为加上呢 支联会方面呢 那个资金啊 说叫被冻结 那蔡耀昌又说没钱 那没钱之余呢 我想他有少少呢 就是想是不是等人出来说 啊没钱不行啊 这一轮柱呢 我们一定不可以被他打破的 一定要保护住这条柱 那大家夹钱出来呢 一百几十万呢 大家一定有吧 到时呢 就夹手夹他搬走去啦 那也都不是那么好彩啦 也都撞着这个叫打风啦 那天都不帮他们啦 那只剩下蔡耀昌一个人呢 又更加没有号召力啦 那说实话啦 风风雨雨下呢 那谁肯来和你搬走这条东西呢 那也都是啦 如果你真是有心搬的话呢 或者你很着紧这一轮柱呢 他背后代表的意义啊 或者那个叫纪念价值啊 那个精神的话呢 好老实说 就算啊你蔡耀昌啊 拿了那些棺材本出来啊 都要保住这条东西啦 是不是呢 你现在呢 又不给又不成 还要叫那个高智活来搬走他 喂有没有搞错啊 他踩你都生芒果啦 那现在呢就变成了几方便在扯猫尾 在角力啦 就是这个高智活啦 和这个蔡耀昌啦 那也都想将整个球射给港大 他们承受这一只锅啦 想他们做背锅盒啦 那没那么容易的 也有些法律专家都出来说了 那个问题在哪里啊 那我们另外开一节会慢慢说的 那么我那一粒割呢 割配饭呢 也都对于这件事呢 哇 增眉特眼啊 那么相当之牢吵啦 那牢吵呢 就没用的 我们怎样呢 去处理这一粒东西 合情合理的那样呢 去将它销毁 将它搬离港大呢 就是最好的啦 那么我见到一些更加好笑的情节就是呢 你 蔡耀昌 或者支联会 那一班人呢 对这一粒东西啊 将会呢 被搬走啊 甚至乎是要摧毁他呢 这些是没有反应的哦 就是没有一些很直接的行动呢 可能会去 憑吊一下也好啊 因为就来要搬走他嘛 反而呢 是有一些 按摩摩的呢 说要把握呢 昨天的机会啊 记住啊 昨天是8号风球的啊 他说 希望啊 在港大搬走这一粒 死云国殤之柱之前呢 就来 看多他两眼 然后帮他来拍照打卡啦 喂 那么好笑都有呢 反而呢 这些奇怪怪呢 这些暗夸夸的网友呢 无端端又来双春悲秋啊 在那里拍哦 你看啊 那帮正棍啊 那帮磨碌呢 甚至乎 连那个作者啊 他都觉得 打爆他就打爆他咯 打爆他就给我一些碎片 我就可以了啦 那还有呢 这个高智活呢 都说了很多 煽动性的说话出来啦 那我们到时呢 再分析啦 再分享啦 那所以这些傻子呢 喂 你有什么好影啊 还要不是一个哦 二十几人呢 走来这里呢 站在那里慢慢看 慢慢欣赏 在地面看完还没够 站上上橙 那慢慢拍啦 哇 我想拍一下拍一下 至少拍了三四十张 不停拍 不同的角度啊 因为他不同的位置呢 就不同那些人的 那些很憎灵啊 好像很痛苦啊 那些样子的嘛 有烂脸啊 烂肉啊 这些这样的 哎呀 大哥 那些同学呢 在我收封回来 就大部分呢 都是不like这些东西的 那我不知道这些媒体在哪里 找到一个呢 竟然啊 哇 好buy这些东西哦 他说 大麻烦啊 他容许你表达政治立场的地方 哎 错啦 政治立场呢 你写一下民主场 写饱他 你可以表达你的政治立场 但是呢 你不可以表达一些 违法的立场 就是有违到港区国安法 一定不行啦 那我说 校方一步步啊 压杀这个空间 他说我现在 就是要观察一下 学校实际上 究竟是怎样做 那不单止呢 市民啊 来 港大呢 要拍这一块柱啦 还说那些洋人呢 都特意呢 走来港大呢 拍这一条柱 还有要和他合照 又是担心啊 他会消失了 所以想在他被移走之前呢 就多看一眼 那很明显呢 这班这样的洋人呢 和社长啊 之前在节目所说的一样啦 就是呢 看得太多的那些外媒 所形容的 所谓的叫做天安门事件 那我看到 sort了啦 真的呢 他们有很多那样的争灵啊 那样痛苦这些 是真的 那不得淡笑啦 想要去看看看饱他啦 那不知道到时候啦 会不会说要搬走他那一刻呢 会不会好像想当年的皇后码头那样呢 那有班傻小呢 按摩摩 呢 将自己啦 手牵手啊 那样锁在一起 那然后包围他 就不被搬走这条柱 会不会有这种场面呢 那如果是就好笑啊 最好笑是什么呢 那 只得这班傻小在说要保护这柱柱 但是呢 当事人或者支联会 你们有份的这柱 当事人的持份者呢 竟然就不理呢 如果是呢 就真是世纪大笑话啦 那暂时呢 都没见到有皇友呢 说要去保住这柱柱 那究竟这条柱呢 他的下落会是怎样 或者叫做下场会是怎样呢 下落呢 我想都是堆田区为主 或者大家呢 到时来分顶仔 就是拿这样的碎片走 哎呀 这个就是国殤之柱的碎片 放在家里了 不过通常这些人呢 拿了这些东西 或者收拾了这些 所谓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之后呢 都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那时候啊 一传媒不是这样 又要在一传媒外面拍照啊 揮手啊 又哭哭哭啊 又是什么最后一夜啊 什么拿着 什么手机灯仔在那里搖啊 现在去到哪里了 你们那时候流了那些眼泪啊 想问一下 最后那份的苹果日报呢 现在收起来到哪里了 他们这帮人呢 是情绪 和那个不理智的行为的条件反射呢 尤其是这帮那些黄友 那些痴妈根的 所以有时 看到这些行为 都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啊 不过 这一单来说 我真的又生气又觉得好笑啦 其实就是看到这一条柱呢 我都觉得好硬眼啊 再加上他们这帮人呢 是借着这一条柱 来做了很多令人好把纪火的行为的 再说啦 就是艺术的东西呢 我懂条铁吗 你说这条东西有没有艺术感呢 我真的不懂得欣赏啦 那这条柱呢 就真的是 是时辰到啦 那另一个人呢 算不算叫做时辰到呢 就是啦 昨晚呢 也是我们的 晚间直播时段啦 网友呢 就热烈讨论的 未入正题之前 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呢 去说的这条柱 就是陈同佳啦 那陈同佳呢 成功地啦 有逃犯修订条例 这件事呢 给那帮泛民友啊 以一个很激烈的手段呢 就将他 迫使到叫撤回 放弃了啦 我们想当年 还做了一节节目 就说这一帮人呢 就与陈同佳同行嘛 那据说啦 现在啦 已经呢 是离开了警方的 安全屋的啦 还要是三个月之前呢 那我们还记得嘛 较早前呢 也都有人问及过呢 究竟 陈同佳 是不是还住在警方 提供给他的安全屋啊 当时候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呢 都有 回应的 就是说不方便透露啦 那为什麽突然间又放回这个封 出来呢 那去到这个位呢 也都不得不佩服 邓局长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啊 这一下呢 令到很多人都炒了车的 那为什麽呢 就是说哇 什麽浪费公帑 那便说啊 那样那样啊 那样那样啊 那样的 那样在骂这个安排的时候呢 就说他没有啊 三个月前已经走了啦 已经没有照顾他一段时间啦 那也都再透露回呢 那个保护行动究竟是怎样的 这一更多的细节 说回出来的时候呢 那变上那班人 之前呢 潜型潜星啊 说到那样那样那样的 那些就炒了车啦 那那班人的炒车呢 即是代表到他們的影響力 或者公信力 可能那班人其實沒有什麼公信力 但是起碼都可以削弱 起碼也可以令到他們 往後的氣驗也好 或者他們說話都不敢說到這麼誇張 因為怕炒車 可能你會說炒車就炒車 這班人炒車就當作吃飯 或者他們那班的支持者 沒有腦子的 不會分析 或者是金魚記憶來的 那班人金魚腦 為什麼呢 他們炒了車 或者說出來不是 那之後就蓋回了 或者隔幾天就忘記了 即是那個什麼 那個民戰新時代 他就說拜登賴什麼 原來後來是沒有的 他炒了車 但是之後 都沒有人再問這件事 或者他都免得再說 找其他新的事蓋了 那這些人就蓋了一層 蓋了一層就是這樣了 那現在說回 陳童鹿街這傢伙 這段時間原來是怎樣 那現在消息透露 就受到警方全天候保護 超過20個月 今年的6月至7月期間 就離開這個安全屋 搬去一些遠離市區的地方 那說起來 就說警方 最初都會提供24小時的貼身保護 但是之後人手就明顯減少了 那看到那個新的安排都順利了 那警方就結束了所有的保護行動了 那為什麼不讓他搬回去本身的家呢 他本來住的地方都通天了 就是啟德的啟程村 那說起來了 如果呢 陳童鹿街這個這麼風雲人物呢 搬回去和他家人住的話呢 可能會引來媒體呢 每天都去追訪他 那就全線大搜查了 引起街坊的恐慌 那我想街坊見到附近有些行李箱 滾一下滾一下呢 嘩都很害怕啊 假如是呢 被街坊見到這個陳童鹿街呢 拿著那個行李箱呢 四圍走四圍滾呢 真是在街上滾街啊 嘩見到都很恐慌啊 見到都很害怕啊 那所以呢就安排了去一個叫 遠離陳囂的地方居住 那說他呢 現在間不時都會和媽媽一起住一下 那可能他媽媽過去那裡看看他 因為三餐呢 也都得到應有的照顧 日常生活呢 上網啊 看電視啊 都不再受這些什麼限制的了 那麼自由度呢 比起住在警方的安全屋呢 就高很多 那麼據說呢 他現在的身形呢 比起兩年前出獄的時候呢 真的呢 叫圓潤了不少啊 哇當然啦 一日三餐照顧好了 吃完一分 又不知去哪裏 又不可以到處去 那就是自然的 那這些不是叫幸福肥啊 那他一叫做 住在深山啊 那究竟是 會怎樣呢 是不是變泰山呢 我們昨晚在 芒向的晚間直播時段 那都有討論過呢 他有沒有機會呢 可以 易容也好啊 怎樣怎樣搞呢 雖然很天馬行空啊 但是呢 其實都是一個考慮範圍來的 大家不妨呢 去聽回昨晚的直播啦 那媒體呢 馬上就去問回這個管浩明啦 看看你有沒有好好的管一下他呢 那他也是這樣回答啊 他有一個不容易和市民接觸到他的地方住 那說他呢 去台灣自首的意願呢 都是不便的 那他什麼時候起行呢 仍然說有待台灣方面批出一個簽證 那現在這個陳同佳呢 恨不得呢 雙方啊 繼續在那裡角力啦 所以都挺麻煩的 這一傢伙很難搞的 那我們的節目都提過了 如果他能夠 叫做回復自由身的話呢 哇這一下呢 真的判媽媽一定會馬上就撲出來啦 那他都說啦 仍然啊 這個人呢 都是叫做逍遙法外 那想知道呢 有誰真心想幫他的女兒的啊 那沒辦法啦 逃犯修訂條例呢 就這樣 那希望判媽媽呢 就再給點內心啦 或者呢 你不要把焦點放在陳同佳裡啦 你放在全球的疫情啊 那個進展究竟怎樣啦 那大家多些人去到接種了這個疫苗的話呢 世界回復回 好像過往那樣能夠 自由自在這樣飛呢 都是指日可待的事來的 或者呢 你加入呢 去勸大家打疫苗呢 會更加好 或者叫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呢 對於疫苗啦 或者那個抗疫那方面呢 幫一下手這方面可能更加好啊 我知道的 你的能力範圍呢 可能都是幫得到香港那邊而已 都好啊 世界上多多一個人接種了疫苗呢 都是多多一分安全 還有那個叫保障的 那另外啦 不知道有沒有幫友呢 聽開我們浪費冷氣的台裡面 少年A的迷離事件簿裡面呢 經常都會出現少年A的一個好朋友 就是叫做殯儀B仔啦 那說明叫做殯儀B仔啦 那他的工作當然跟殯儀有關的啦 那關於這個沙嶺的超級殯葬城呢 那在這個建制派的反對聲底下啦 特首啊 那早前也都宣佈了要縮減那個規模啊 那也都令到殯儀業界呢 相當之震驚啊 蛤 然後不是吧 本來呢很期待這件事啊 那殯儀B仔呢 我見到他 群組裡都在爆粗 在罵這件事啦 那都說到啦 其實一些媒體都說的 人口老化的問題啦 火葬牆呢 不足夠的情況呢 已經去到水深火熱的地步啦 那這個水深火熱呢 其實呢 根據殯儀B仔所說呢 是持續了很多年啦 原來起碼有四年多以前呢 已經是非常之麻煩 因為呢 要幫那些家屬呢 去預訂那個爐的問題啊 是很緊張的 哇 只是等這些時間 因為呢 知道哪一天呢 能夠叫做預訂到去那個爐啊 才知道呢 究竟什麼時候去安排 藝臉那天啊 或者其他不同的儀式呢 你才知道哪一天是last day嘛 如果全部儀式完了 但是呢 你不能夠送去火葬牆喔 那送去哪裡啊 不行的喔 不可以再放去其他地方了 就是根據他們那個不成文的規定 和那個儀式上呢 是一定是要這樣做的嘛 所以曾經試過呢 有一次就是那些文件那方面呢 帶不齊 要交去給當地的人員啊 的職員等等呢 的時候都搞到很麻煩 差點就不可以拿去燒的 哇 你想一下 多可怕 那個情況是緊張到這樣 是接住了啦 還有要預訂那個時間 也是要很準啊 啊 他們本來又很有寄望的嘛 啊 誰知道現在呢 就搞到這樣了 那根據政府最新的人口推算 2030年呢 就預計呢 每年會有6萬人走了啦 那現在香港呢 每年呢 是有5萬3千折的時段呢 是要用來燒的 那就是不夠數了喔 去到2030年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現在呢 那整班都不是站在那裡了 是躺在那裡了 都真的打到一個突 喔 因為他們覺得呢 有了這一次的 叫做推翻了之後 或者叫做 鬧到那麼厲害 而有些地方要 趁太也好 你說叫做 暫時停一停 是幾麻煩的啊 以後再拿出來說呢 那建制派會不會有 繼續再吵過呢 也是令人相當困擾的事來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呢 是真的需要 你不喜歡這件事也好 覺得這件事的影響也好 怎樣也好 但是呢 社會上真的有迫切性需要 那怎麼辦呢 那因為呢 這件事呢 整個型來講 起出來的樣子已經是很不像的 而對於殯兒B仔來講呢 他們覺得 會不會有這個新泳的設計呢 令到他們的行業的形象呢 都會有所提升和改善呢 他們本來都很寄望的 現在的反高潮呢 真是媽媽聲那隻啊 再回來講講其他的新聞 有件挺搞笑的 因為有了港區國安法的問題 康文署呢 其實都覆檢了很多的圖書館裡面的藏書 有沒有哪些叫做 有機會有違反港區國安法 那之前都下架過不少的了 例如那些什麼陳淑莊 什麼邊酒邊吃邊抗爭 黃之鋒那些書 還有肥佬黎那些書 電腦陳文根那些書 甚至乎呢 芒果佬黃毓民那些書 還有一些什麼 鄭松泰啊 整班那些奇奇怪畜的那些書 有城邦有本土 有什麼 黃毓民那些什麼 立法會搞事錄啊 全部都叫做可以說 素地出門啊 最近呢 也都有一本呢 叫做城邦救市 好心啦 還說什麼 城邦啊 是不是 就是一個關於 研究香港的學者 他叫做 徐承恩 還說 哎呀我本書呢 今年6月的時候 還有呢 仍然可以在圖書館那個 資料庫 可以檢索得到的 為什麼現在沒有了的 另外還有一本呢 叫做 躁鬱的家邦 本土的觀點 還有什麼 香港源流市等等 那他那個封面呢 一看呢 就覺得很有問題了 為什麼呢 躁鬱的家邦 有很大幅相 就拍著一班 遊行人士 其中呢 有一張大Banner 黃底黑字寫著 奪回香港 喂大哥 有這樣的字眼在這裡 你是不是覺得很離譜呢 是吧 那另外那個城邦 舊事呢 真的呢 這些舊事呢 就不須忌了 是吧 有首歌 舊夢不須忌 還是舊事不須忌 我都不記得 就說 十二本不同的著作呢 可以看到香港本土 喂 不要再說什麼本土了 是不是 那現在這個徐承恩呢 就說 哎呀找不到我本書呢 都是正常的結果 雨有榮煙 喂 那你就不要雙春悲秋 在那裡說三說四 說得好像很生氣 然後又說雨有榮煙 就是呢 避下架呢 都是一個光榮來的 因為夠抗爭味農 就是說自己呢 是一個抗爭者 反抗的人 哎呀不知所謂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黃友 瘋到呢 連這些這樣的書 嘩 好害怕啊 快成為禁書 快買幾本先 笑死鬼了 那另外一件事都想說一下 那見到某些媒體 又有些什麼獨家片段 就說拍到呢 昨天 改發了三號風球之後 港鐵列車呢 那個服務就說會加強 那有人拍到一些片段呢 就是有 東鐵線 九龍塘站的時候 有車賣站的時候 就是去到月台的時候 說車頂和那個架空電艦之間 有爆發了一些火花 還有一些火花 散落到月台上面 有人拍到 哇 月台的乘客都嚇一跳 還說至少 至少 起碼三次以上 然後那些黃衣又很開心 因為他們很討厭這個 港鐵 又說人家擋鐵 又說這個 那樣的 但他們自己又回答 那港鐵呢 晚上之後 就回覆一些媒體 說回初步檢查 就說到 列車裡面 其中有一卡 那個叫雜電弓上面 就有條樹枝 那麼初步就懷疑 這條樹枝 就接觸到 架空電纜的組件 來引致這些事故的 那麼現在 車務控制中心那邊 已經將會 安排到那輛列車 回廠 慢慢詳細地檢查 究竟事故 有什麼原因 那麼因為那輛列車 要被移開 要移走 那麼搞到 當時候 紅磡去到上水的行車時間 就額外多了 15至20分鐘 我想大家都會體諒的 那麼除了 港鐵呢 有這些小小的意外 那原來還有另一單的 那麼昨天 赤立國的機場 北跑道 暫時關閉 那麼其他航班 就要改用南跑道 那麼據說 在今早的 凌晨左右 有一班 來自俄羅斯的 飛機 那是貨機 來的 去到 赤立國的機場 北跑道的時候 降落的時候 懷疑 錯誤地偏離了 那麼就沒有在原定跑道的路線 來降落 那麼就剷了進去這個草坪 那麼搞到 很多的消防車 還有救護車 還有地勤車輛 都立刻撲了過去戒備 那麼幸好就沒有人受傷了 那麼接下來會查一下那個 那個事出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那麼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那麼據天文台所說 當時 即是事發的時候 機場的天氣報告怎麼說呢 風足就每小時13海里 那麼有雨 能見到 10公里以上 那麼不算叫做太過惡劣 那麼究竟事發的緣故是什麼呢 基建 還是人為 還是兩人都有呢 即是有三個的可能性 那麼所以又不要那麼快 一口咬定先 這個很緊要 即使好像港鐵那樣 那麼快又一口咬定 因為哪裏哪裏製造的列車 所以有這樣的事故 沒那麼天真 原來是一條樹枝的問題 我還好記得 想當年 西鐵開了沒多久 其中一個站 就是天水圍站 就是因為有人在上面 丟了卷尺子下來 勾了在那個電纜上 那個架空電纜上面 導致要暫停 那你又說當時那個港鐵站有問題嗎 即是說你製造得不好 所以被人丟了卷尺子下來 勾住在那個電纜上 所以搞成這樣 不能這樣計 有自己這些人的事 特地去挑戰本身那個系統 和那個設備 那一定會的 那你們這些黑布 夠去扔一些欄杆 去攔住那個港鐵的鐵路 讓人開不到車 那這又怎麼計算呢 所以這幫人雙重標準 那個人渣程度 是無恥級的 亦都是無極限級的 那好啦 今天呢 大家重量節 就看看怎樣 那個愉快的假期 那多謝大家 拜拜